各位同学开课咯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做一个美美的intro 也就是网友伟中要求的咯 他想要要求的intro就是这个intro了 这个intro非常简单 首先呢你先要有这个背景 也就是这个 你的电脑这个背景 这个眼镜的背景啊 电脑的背景 你要选择一个背景 你想要的背景 你可以自己拍 或者是上去Google找的 好首先呢来到Google的网站 然后先找一些你想要的图片 比如说flatlay 这个图片叫flatlay 好我们找图片哦 网络上非常多图片 那你可以去找这样子的图片 flatlay 你可以上网Google找一下 那就是这个可能 你就download下来啦 你就点击它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图片 你就把它download下来 那download下来以后呢 比如说这个 我download下来以后 那么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图片 然后接下来step2也就是点击text 然后呢 选择一些你想要的字体 那我的字体呢 也就是我选择的字 那我选择的字体呢 也就是这个字体在travel的这个字体 然后加它 点击这个字体拉下来 你可以把它拉下来 或者直接点击这个加字 好的 我们先play play 看一看它的效果如何呢 它是这样子的哦 那你可以移动它 怎么移动呢 那点击travel这个字体text 点击两次 那么你就点击advanced 好的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接下来呢 你就要直接把它这个位置移动 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字体也把它移动 好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就打出来你想要的字体 我想要的就是我的名字嘛 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呢 就写一个 就你随便你喜欢嘛 好 然后呢 移动它 字体的那个选择 大概大家都会吧 然后就大概这样子 你就选择你要哪一个字体啊 非常简单 颜色你可以自己再告一告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看看play play 它是怎么样的效果出来呢 好 然后呢 整个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多少 多久 多长呢 你可能要10秒的话 你就直接拉长它 到10秒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字体呢 也要跟着拉 拉一起拉 拉长它 那它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好 还有少了什么呢 就是背景音乐 那背景音乐 我大概都选择这里的音乐 大概 随便选一个音乐就对了 比如说我通常就选这个 然后呢 你就直接剪它 到这里 比如说到这里 剪掉它 然后delive 然后呢 这个 通常这个音乐呢 你必须要 fade in fade out 那么它开始唱的时候 它是慢慢的 有小声到大声 然后它退出的时候 唱完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大声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就学到吗 音乐你大概可以选择 你叫什么音乐 然后呢 至于背景的话 你要去找一找 或者是你自己拍 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背景 然后或者是上网去找 flat leg的那个background 然后字体呢 你就直接在text那边 随便找 就是你心目中的字体就是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的intro就是这样来的哦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如果同学们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哦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想要问的话 或者你已经问了 我还没拍的话 请大家原谅 我要给有一点时间哦 那如果你也是有相关的问题 想问 然后想要一些教学的话 记得在留言那边留言给我哦 我们期待我下一个影片吧 拜拜